干嘛要这么要强呢 因为我不坚强 没有人替我坚强 我觉得好像有啥故事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故事的 一定是有故事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看看她的故事 2015年经过家里人介绍我 认识了我的前夫 他是一名体育老师 当时我认为我找到了依靠 所以辞掉了北京的工作 回来投奔她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我俩性格不合 经常发生矛盾 自己一直委屈求全 不和她离婚 怕别人说成道事 可当她动手那一刻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选择了离婚 有了这段经历 离婚后我自己过得越来越要强 我希望我再遇到的那个人 要有上进心 为人正直 热爱生活 有仪式感 我不希望每天的生活 都是一成不变的 我还特别中意冰哥哥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当兵的梦 觉得冰哥哥能给我安全感 我看到第二个短片你经历的这些 在看你现在脸上这个笑容感觉好像 不像是你经历的故事 就是因为过去了我就觉得能当故事讲出来了 希望每一个姐妹不要把感动当作感情 那样你会很受伤 你最开始是怎么被感动了 就是是家里人介绍的嘛 然后去他家 他邀请我去他家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是车就转了 然后他当时一把就把我搂进怀里了 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还有就是我们相亲之后 我就回北京了 然后他就和他开车去送我 然后就挺冷的嘛 我穿的也不是很多 然后他就把他的衣服剥下来给我了 后面回去之后 他那个衣服就挂在我床头 然后我给他洗完之后 就每天挂在那儿 每天挂在那儿 然后每天聊每天聊 就这样慢慢的吧 那结婚之后 怎么会出现家暴的情况呢 他喝完酒之后就变身了 就开始家暴了 那老爷们也注定一下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吧 就是那天是星期五 晚上然后他就拳打脚踢 然后我的头就被他踢得 靠枕头都疼睡不了觉 只能 他是用脚踢你的头是吗 对 最恨我恨能给女人动手那种人 学校里面他更能够珍惜男人 对 当时我害怕我报警了 然后警察来的时候 我不想说出他的职业 也不想让他为难吧 我就让警察走了 还是挺维护他的 他是做什么的 于毅老师 他是做老师的 对 你当时报警了之后 你怕影响他的前途 所以你没有说他是老师 对 我说他是无业游民 那种男人我就真是的 就是得到的太容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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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